秦王瞥了一眼秦王府大门的方向,面露蓝色,纳兰奄然今日来求见他,他以身体抱恙为由将他拒之门外,如今若是出去了,岂不是给他心里添堵?相公可是忌惮纳兰将军。 本王忌惮他作甚? 你们既然相爱多年,岂兰将军年龄也不小了,你该给人家一个交代了,让吧,臣妾替你做主,择日将他娶进王府,封了他做侧妃。 云下想的是,自己反正与他没有感情,迟早他们二人会分道扬镳,何不趁势送个人情给他,彰显自己的大度,说不定他看到自己这么体贴的份上,就不计较他犯的罪了呢。 本王只有正费,没有策费。 臣妾让他便是。 滚! 云下赶紧逃之夭夭,云下来到王府门口,却看到纳兰燕燃站在他驱赶回来的马车前,正在和里面的人搭讪。 皇爷是才与本妃相谈盛欢,想必是忘了纳兰将军在此恭候多时了,纳兰将军要不要本妃替你进去捎句话呀? 哦?是吗?正巧,末将与这位墨玉公子也是相谈胜欢,想必王妃一定十分好奇,末将与这位公子聊了些什么吧? 将军是从何处搜到那份名册的? 若想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,皇妃的宝贝,自己都不记得放在哪里吗? 云下吐了一口恶气,她若是非穿越之身,会获取原主所有记忆,以她的惊小圣威,岂会给别人留下把柄? 非本妃之物,本妃自然不记得放在哪里? 哼,王妃不认没关系,末将只要皇上相信,末将所言句句属实便可 皇妃也奉劝将军一句,轻狂会付出代价的 你今日是高高在上的王妃,末将自然不与你计较 不过,几日后,王妃就该担心自己的虔诚了 末将用所有死去的将士的灵魂发誓,末将绝不鼓起投敌叛徒 在大厦境内逍遥法外